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内心最大的感受应该是恐惧 是下意识的逃避 可我不是 我只想复仇 我想看到那些恶心的嘴里跟疼痛而扭去 用这双手的buff而绝望 血 更多的血血 只有将那些抑制不住的沙翼尽数复杂在他们身上 才能让我感到变刻脾气 这样的思考方式似乎是不正确的 所以我一直忍耐着 把自己伪装成一个正常人 但这无济于世 我用在哪里 我总是最多余的那个 我曾经已并并学问过自己 为什么 我到底和别人有什么不一样 后来某个拿起刀的瞬间 我感受着手中流淌的温热 品味着从体内涌起的兴奋感 第一次发自内心的小舟 我终于明白了 捉迷藏中无法享受逃跑的那个人 被留下来的那个人 就是鬼呀 小舟 好 这个人 除了每晚的应付了事 从来都不来的吗 东西给你 有叶刀先生 放那儿吧 后天 我会按照你们的要求去袭击白吉 这就是我答应的最后一件事了 有什么问题吗 柳叶刀先生 没有 只是意外他们竟然会找你做这件事 袁姐姐 你连刀都没拿过 要试试呢 不用 我选好武器 不错嘛 我对你有点好感 以前你总是弱弱地跟在院长后面 跟在七叶姐姐后面 让人提不起兴趣 事实证明 只要想狠下心 还是可以的 是不是说明 我们每个人心里 其实都住着一只鱼 七叶姐姐知道吗 需要我转告她吗 不行 别告诉她 求求你 徒弟的真简单 没意思 渊姐姐的骨头还是太老了 不像七叶姐姐 不过 你们感情真好 我都有点嫉妒了 已经实验成功的全新阻断药 你们会用它治好七夜的 对吗 全新阻断药 不知道 可能吧 这种事别忘了 我是杀人当 可不是救命神药 你们要的纯金浓缩液 我放到了另外一个地方 企业的数据达到稳定线 我就告诉你了 它在哪里 威胁我 和我说这些 不怕我汇报给教主 又或者 直接割开你的边后 你们本来 不就是打算事后灭口吗 知道得这么清楚 那现在还在这里做无谓的挣扎 是想给谁看 谁会在哪 他呢 我虽然没兴趣理会这些人 但还是好心提醒一下 像你这样的蚂蚁有很多 出世间不在意 你威胁不到任何人 不管是我 还是你的魁蚁 姐姐 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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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冤姐姐最近有哪里不舒服吗 没有 你想说什么 嗯 没事 就是关心一下 希望姐姐可以保重身体 嗯 不知 你究竟是谁 问我 奇怪的问题 哼 你不知道吗 我是住在你心里的鬼呀 做好准备 跑吧 对 拿来 我 不 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